书店里摆满了各种养生书籍 从经络按摩 食疗 瑜伽到气功 零零种种的书报杂志 告诉人们最新的养生资讯和观念 可见现代人对于养生的重视 生病过的妈咪 对于养生也是非常讲究 她说养生呢 绝对不是贪生怕死 而是要让自己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然后呢 就可以做更多利益众生的事情哦 幸福不是天经地义 幸福要用心来经营 欢迎收看今天的三代之间 妈咪 我记得你跟我说过啊 女人呢 从娘家家到婆家 就好像一盆美丽的花 然后被连根拔起 要移植到另外一个气候跟环境 都不一样的地方哦 怎么样能够快速地适应 就能够掌握人生下一个阶段的幸福 确实 像我的妈妈你的外婆呢 她就给我很好的观念跟教养 阿嬷说啊 阿嬷说结婚的时候呢 那么就是伴人的奔罐 要入人的加教 一切以夫家为重 才有幸福可言啊 而且我们也在节目里面说嘛 就是要用甘愿心来对待家人 那以礼尊宠父母公婆 然后用疼惜的心 去疼爱你的另外一半跟小孩 是啊 就像今天的节目里 我们邀请到的是一对婆媳哦 他们生活在一个屋檐之下 非常的珍惜了彼此的感情 他们互相的尊重 分享生活的点滴 最重要的是啊 年轻的媳妇呢 能够多跟婆婆来学习 我们来听听她们的故事 婆婆陈兰梅 媳妇陈怡云 欣赏婆婆教养与婚姻观念 并从中学习 欢迎陈妈妈还有小云 来到我们节目哦 陈妈妈 因为我们跟陈婷都很熟 以前节目里面呢 也常常邀请她哦 那跟她聊天的当中哦 她每次都会说到就是说 我们妈妈很熟 接下来一定会说 但是我们妈妈 还比较熟我们太太 所以呢 当你要娶媳妇的时候呢 你当时你的心态 还有你的想法 你抱着什么样的想法呢 那时候我想说 男大当婚嘛 对不对 她年纪也不小了 也该结婚了 所以就是说 媳妇要娶媳妇的时候 你就有准备 要把她秀名就是了吗 是,我都把她当作女儿 我就有心理准备 而且人家小云说 我婆婆疼我呢 比女儿还疼呢 对 我觉得我自己很有福气 可以嫁到这个家庭来 因为他们全家 不只是我婆婆 连我公公 包含陈婷的姐姐 对 他的哥哥都对我非常好 所以就是 当你要加入这个家庭的时候 准备跟长辈住哦 你自己心里 有没有什么样的一种想法会调适 其实我没有想太多 但是 我不知道 可能也是我妈妈给我的观念吧 那其实 公公婆婆就是要孝顺 所以其实我的整个生活状态 因为平常我们是忙自己的事业 可是如果 我自己心里有底 就我有一把尺就是 如果有什么事情 我的顺序是这样 我公公婆婆有事情 公公婆第一 那再来就是我老公 那再来是我小孩 那我的事业就是摆最后 还刚会面了 对对对对 那平常你一定 如果大家都OK 那一定就是做自己 该做的事情嘛 是这样子 所以 我觉得那个尺度 如果我一开始 我就是这样设定好 那很多事情 就会很轻松 是的 那什么妈妈 我想请教您啊 这个媳妇呢 有哪一些的特点跟特质 是让你觉得 跟她相处起来 很容易相处的呢 她就是很贴心 很贴心 大心 很懂事 然后很有礼貌 有礼貌 她妈妈叫得很好 所以呢 感恩妈妈把你叫得好 對不對 对 有一次陈霆有跟我讲 她说其实那时候我妈妈 她有跟陈霆确认 是不是就是我了 那如果是我 然后我妈妈... 我婆婆就说好 那妈妈就... 然后因为我刚... 其实我刚过来的时候 我也有想要表现 就是让大家都很喜欢我 然后我就会比较... 也不是故意 就是特别 为了可能要寻求认同跟讨好 我也不记得 但我就会做一些... 我事实上我可能不在家里会做的事情 私底下我婆婆就跟陈霆讲说 她觉得她看我这样子 她说如果以后真的哪一天 我有这个缘分嫁给陈霆的话 那她绝对不要让我做得跟小媳妇一样 那你知道吗 这个透过陈霆讲出来 打在我心里的时候 其实我是真的 我对我婆婆真的很感谢 也很感恩 那因为小媳妇跟妈妈一起住嘛 跟婆婆一起住 那现在你刚刚把事业排在最后一位 对 但是有的时候 比如说你要出差啦 还有刚刚讲 你刚刚从新加坡回来 对 那你可爱的两个宝贝呢 就交给了婆婆 那么听说婆婆也把小孩交得很好耶 她不会宠爱溺爱孙子呢 而且可是有很多的方法跟原则吗 我就是觉得 其实因为可能我平常忙事业 那我就觉得为什么婆婆那么厉害 我好像就要有点生气 就是要变成我是坏人 或者是黑天使 我知道不好摆平我的女儿 也不一定可以摆平 可是我婆婆很厉害 她只是就是淡淡的跟她说 好像她的话里面就有微信 对 就是建立那个微信 我不晓得为什么 他们光用沟通就可以 就我婆婆都用跟我女儿用讲的 可是她真的有在听 所以一个状况是 她跟我在一起会比较平 可是她跟我婆婆在一起很奇怪 她就变得比较安静 我就觉得我婆婆很厉害 她到底是怎么做的 因为婆婆经验比较多 没有,那婆婆好了 来,阿嬷 你是怎么用什么方法 我孙子第一的面团 这样乖乖乖 也没有什么方法 只是都是用沟通的 我摆不定的时候 我就开始有点情绪 那我婆婆在这个部分 她做得很好是 当她发生 当小朋友有一些 譬如说不OK 有一次我们在餐桌用餐 那我的小孩不懂事吗 她就好像拍桌子 还是拍完 还是拍完 反正就是很不礼貌的行为 那我婆婆知道 那是不礼貌的行为 在第一时间 她就把握住那个时间点 她就跟她讲说 一词 不行哦 你这样子不礼貌哦 可是她那个讲话的口气是 比我现在要更严厉的五倍 可是不是责备她 那可能我在处理的时候 我感觉就是已经责备我女儿了 那我婆婆不会 她就是跟她用讲的 可是她那个建立起来的 那个威信就是 这件事情这样做是不对的 已经跟你讲了 是这样子 然后我婆婆只是说 这样不行哦 她大概讲了两三次吧 我女儿就安静下来了 可是如果是我 我可能起来 我就直接用骂的还是怎么样 所以对方可能我女儿 也会觉得说 妈妈你都生气了 我觉得小孩子虽然很小 可是我觉得他们是蛮懂的 这个每一个大人的内心状态 像我老公跟我女儿沟通 也比较OK 对 所以这个部分可能要告诉我 当妈妈的情绪上面 可能还有一样子 所以其实听起来 陈宝妈妈跟小芸姐姐 你们两个对于小孩子的教养 是有一个共识的对吗 绝对有共识 但是因为这样子的状况之下 就像我刚才举的例子 我一定听我婆婆的 因为她的比较有效 这很难的 一般都是 阿公、阿嬷疼孙 就受心 对 有的阿嬷生气了 阿嬷不高兴哦 像有一次 小朋友在玩那个塑胶袋 玩那个塑胶袋 其实那个是很危险的 因为他如果真的把头照住的话 那没有办法呼吸 可是我怎么讲都讲不听 那我就好吧 那我就在我看得到安全的范围内 我就让他试一次 然后我就让他试一次的时候 大概到两秒钟 他就受不了了 我就赶快放开了 可是他以后再也不会做这件事情 那通常如果说一个比较 就是说婆婆不迷离的状况之下 他说你怎么可以让小孩子这样子 可能就开始骂媳妇或是什么 对 我婆婆居然坐在那边 然后跟我说 小芸,其实你这样做是对的 所以你们会互相支持他 会互相支持他 因为他也知道我在做什么 对 对,我觉得我婆婆在很多事情上面 他是非常民理跟非常开放的 像我叫到... 我一直觉得有点过意不去 可是上次我小孩子来 来吃那个我煮的饭 他是三岁四个月 第一次吃马煮的东西 因为平常在家里都是我婆婆 帮我遮掩这些事情 那我就觉得说 如果以一般的婆媳 那怎么有可能发生 知道声音会想问陈妈妈 陈妈妈 听说你的厨艺一起放 没有 那你有什么能够可以接受 一位媳妇 不准备 你都不介意 我不介意 为什么呢 因为他 我眼睛有在看 因为他很认真 他一早起来 就准备要上班了 要冲刺了 他都在冲他的事业 因为他做那个 他就是要很认真的做 所以他一大早做 做到很晚才回来 所以婆婆看来也心疼了 所以你看小鱼的油店 对 你说虽然他不会煮饭 你也不会认为说 你怎么和你拍名 都煮饭地给他 对 像我女儿她也是这样啊 读书 出社会 也都是没有进厨房 对 都是要有同理心 我觉得妈妈有一个很不容易 很不容易 因为一般可能有一些妈妈或婆婆 就会有差别心 就说对媳妇就要求你 什么什么什么 通通都要会做 只要有一个不会做 就打叉叉就不及格 然后自己的女儿就 啊 没关系啦 都好啦 怎么样都无所谓 可是我觉得妈妈就很公正 对 很明理很公正 我就把她当作女人啊 对 以后我要找一个这样的婆婆 对 那是真的 所以要教养之前 要先看婆婆是什么样子的 对 对 真的 那小鱼 就是说在孩子的教养上面 你们达成的共识跟认同嘛 那你看婆婆如何跟公公在相处 你有没有学到什么人 有耶 我觉得他们的相处上面来讲 也是让我觉得很方便 其实因为我到他们家 我就发现 他们整个家庭生活 我是非常和谐的 我很少 你说有没有 大家彼此有冲突的时候 有 可是这个几率 已经几乎是很少很少 我举例好了 要煮饭这件事情 他们就会先两个商量 这个我这样煮好不好 我那样煮好不好 那你觉得好不好 所以他们彼此都在做沟通 任何事情都是这样子 那像我公公大厦 还会自己开车 虽然他们年纪都很大 可是我真的觉得很棒 他开车的时候 我婆婆就会帮他指路啊 就是两个是一起互相成长 然后一起互相帮忙 那有什么遇到什么问题 或者是要煮饭 要做什么事情 他们是 你觉得我这样做好不好 你觉得我那样做好不好 他们就是会用沟通的 对很在乎彼此的想法 对很在乎彼此 没错就是这样 我看到是一个尊重对方 对 在乎彼此的想法就对了 对 那么在持家方面呢 比如说你看到婆婆 为人妻为人母 还有为人婆 还有为人阿嬷 婆婆怎么可以做得这么好 我婆婆有很棒的一点是 她会做好自己的事情 然后她对于小孩子的部分 她是真的是比较尊重 对 尊重小孩 对,尊重小孩 像我们 譬如说吃东西这件事情好了 我跟陈婷是比较全素 然后姐姐比较没有 陈婷姐姐比较没有 那我公公婆婆 其实我婆婆也几乎偏素食 可是他们也比较没有 可是她却尊重我们 就是餐桌上面有素食 也有一点点的荤食这样子 那或者是我们决定要做什么 就像刚才我讲的 我婆婆私底下跟陈寗讲的 好,那你已经决定要做这件事情了 那我就全力支持你 其实在我们整个生活当中也一样 包含我们自己做事业 这个媳妇要一个事业 我婆婆也是全心的支持 对,她不会觉得说 女人你就应该要在家里 要怎么样 我觉得不会 还有很多的想法 我觉得我婆婆即便她有自己的想法 可是她都会很尊重 对,我觉得很难得 因为刚刚陈妈妈讲到的 我觉得陈妈妈很有智慧 她刚才说一句 我有眼睛在看 这个媳妇是真人真的 对 真的是 但是艾丽师姐 如果说我今天有不得体的地方 譬如说穿着 或者是在家里的事情 举个例子好了 因为我们家里的那一个沙发的茶几 它是比较低 现在好像流行比较低的 比沙发还要低 对 有一次我回来 我就是很轻松 我就把脚给跨上去了 像我婆婆看到这种事情 她一定会跟我说 小云,那个桌子不能跨 这是不对的 她也会马上讲 那你会不会觉得心理很受伤 不会 不会,就是其实 我知道我婆婆并不是在责备我 她只是在提醒我 提醒你 所以我觉得这个心态 自己要很清楚 如果说我很受伤 那就 可是 对啊 没有外人 只有自己 只有婆媳 没有关系 如果说有外人 可能她脚也不会这样 所以你们就是 真的是把都是自己人 然后有什么样子觉得说 这个好像可以做得更好 你们就会很直接的跟对方沟通 不会说埋在心里 然后心里不开心这样 对 而且小云,我们说一般年轻人 担心或害怕跟婆婆住在一起 就是不晓得分寸怎么拿捏 那比如说 你每天在冲刺事业 那还有有自己的情绪 或者是身体累了 或者是觉得说 今天不想讲话 那么跟婆婆呢 就是每天要相处 如何做到和颜悦色 然后让婆婆能够安心呢 我觉得这是一般的年轻人 觉得比较担心的地方 我觉得第一个应该是 是不是真的有打从心底 把婆婆当成自己的妈妈 因为如果真的可以做到这一点 那其实很多事情就很OK了 像我回来 我在外面发生什么事情 在餐桌上我都会跟我婆婆说 因为她是我妈妈 那跟自己的妈妈 你会不会也这样讲 会 可以理清楚 那其实很多事情就会比较轻松跟自在 对 也不会勉强自己 那我想问陈妈妈 晓云姐姐有没有做过什么事情 让你觉得很感动 然后想到就觉得说 有这个媳妇真好呢 就是我那个脚扭到 他扭到的时候不能走路了 他在房间也不能动荡 他看我这样 他回来顶着肚子看我这样 他马上把我的脚拉下来 他就有那个什么 他妈妈给他的药膏 马来就顶着肚子 他那时候还没生好 顶着肚子就蹲着帮我推脚 我就觉得好感动 很体贴 可能自己女儿都不见得能够这样做得到 所以从小地方就刚刚晓云讲的 小地方真心的付出 那么也不用心里有过多的担心 在陈妈妈还有晓云的身上 我们看到他们互相的珍惜婆媳的感情 他们看到对方的优点 在孩子的教养上面 达成共识的互相讨论 在生活的细节 他们可是分享心情故事彼此的疼惜 尤其是晓云她懂得虚心跟妈妈来学习 那么增加了人生的智慧 谢谢陈妈妈 谢谢晓云 谢谢阿姨 谢谢阿姨 谢谢 妈 我觉得我们年轻的一辈呢 要用开阔的心去学习很多新的想法 但是一样也要用平等心 来让你们学习过来人的智慧 就像怡云姐姐跟她的婆婆一样 彼此的相处是从学习的身上开始的 毕竟我们说家庭的经营 它的面向是很广的 有婆媳相处 还有婚姻关系 亲子教养 还有一家子的所有的关系 人来客气 这都是女人的考验 所以我觉得观观都是考验 在这里就要跟过来人 像你们或是阿嬷这一代 流传下来的智慧学习 不过我觉得有一个重点 就是你一定要碰到一个 会珍惜你的另外一半 这样才很值得 是啊 我们说一个家庭的经营 就是要面对珍惜 还要自我成长 那当中的学习 毕竟幸福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接下来我们来看 本周妈妈教我的事 阿嬷妈咪对于茶 她有深刻的体会 对于女儿的教养 也在茶道中养成 妈咪呢 一直是个黎明及其的成行人 因为早起 所以她有充裕的时间 会一整天做准备 除了工作 自然也包含提供她 一天充沛活力的养生 妈咪我们每天出门 以前大家都要梳头啊 可是为什么你一定都要用 指腹这样梳 而且都要梳好多下 因为指腹有温度 所以指腹梳头的时候 不会破坏毛囊 而且你整个手背打开 这边有很多的淋巴 然后会让淋巴很通畅 那梳的时候 最少梳到300下 保证你啊 头清气爽 你会觉得很舒服 有这么神奇吗 当然啊 因为我们的头部都是穴道 OK 对 你可以特别的这样按压一下 按压一下 这样觉得舒服多了 好像真的是有点什么效果 因为现在人工作很忙碌 就觉得压力很大 超常会头痛啊 头晕啊 就是因为整个脑部的血印 攻击不顺 然后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呢 你让她顺气了 顺气了之后呢 你就会觉得整个人呢 好像哇 感觉呢 就会很清爽 试试看 你可以明天开始做做看啊 那为什么台北阿嬷 都要我们做这个运动 下半身呢很容易肥胖 要常运动 那维持体重呢 自我管理的能力呢 我们要减少 放纵自己的食欲 所以多运动呢 对身体是有利的 所以打这个 这个是不是就是叫胆筋啊 就是这样打就可以 对啊 这个是胆筋 所以可以活化筋络 血气通畅 所以就会比较顺 然后排水也排得好 我觉得好像我们亚洲女生 身材最困扰的问题 就是下半身很容易肥胖 对啊 就是说会离行 常常会坐着 上班还是念书都没有动 是啊 所以你有空的时候 这个是胆筋 你这个食指 这个地方 你要常常打这里 常常这个地方打 这个地方打 然后腰部呢 就会比较瘦 才不会有一圈的肥肉 所以要再转腰 对啊 身材一直保持合一有志的妈咪 除了要做健身操外 还有啊 她每天量体重 量体重啊 是每天早上必做的功课 可是为什么一定要每天量体重呢 保持身材不完全是为了爱美 因为肥胖呢 往往呢 有随便健康 比如说高血压啦 还有糖尿病啊 心血管疾病啊 往往都是肥胖引起的 肥胖往往跟吃东西有关 少盐 少油 还有少糖 每天早上一杯 蔬果精力汤 是妈咪不可缺的美容圣品 健康每天要五蔬果 那平常呢 工作都很忙啊 外食的机会多啊 也不一定呢 可以吃到这么多的新鲜 蔬菜跟水果 所以早餐呢 我们一次把这些东西呢 一次吃个够呢 保证你身体会非常的健康 而且又美味可口 很香 吃起来就很健康 绿色的 妈咪 台北阿嬷现在都吃得很健康 很养生啊 可是我看她每一次吃饭的时候 都会有好几点不同的东西 对啊 台北阿嬷每天早餐 她一定会吃五种蔬菜 而且有五种不同的颜色 黑 白 绿 黄 红 不同的蔬菜 为什么要五种颜色 不同颜色的蔬菜呢 它有不同的营养 那五种颜色的蔬菜呢 就是代表它的多元化 还有营养均衡 所以你今天的早餐有几种颜色啊 你算算看啊 妈咪的养生是一种生活习惯 而且啊 是随时随地 要追求一个健康的身体 才能发挥生命的良能 创造更有价值的人生 绝对啊 也不想让你吃这么多的